进芦笋田 农民说当时正在采收芦笋 突然看见一只咖啡色蝗虫 跟以往绿色的蝗虫不一样 让他有点担心 照片PO上网 附近农民也很紧张 幸好经过专家鉴定 是台湾本土的调背土黄 每年秋冬季节的时候它产卵 那它的卵在泥土里面 大概要一直待到隔年的春天 所以它的产的量很大 但是它孵出来的量很少 因为它就是慢慢会干掉 调背土黄20年前 曾经在澎湖造成蝗灾 但近年来很少见 跟造成非洲蝗灾的沙漠飞黄不一样 调背土黄伸长约6到7公分 身体是黑褐色 背部有一条黄褐色条纹 不会群聚 而沙漠飞黄外形是鲜黄色 是蝗虫类最危险的 它们数以万只群聚 影响全世界至少十分之一 人口的农作物 那一种蝗虫它比较有可能有那一种群聚 然后量比较大 然后气候一变迁 它可能就有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洲蝗虫群聚可以好几万只 对农作物造成危害 而调背土黄不会群聚 相对影响比较小 农民不需要恐慌 大新闻台中彰化综合报道 好